胡歌童年照曝光 平头远脸状身材超显眼男星 胡歌因演出《仙剑奇侠传》 《狼牙榜》等知名电视剧 而拥有超高人气 俊俏的外形被粉丝视为古装剧男神 近日微博上流传一张胡歌的童年照 白胖模样与现在大不相同 胡歌一向带给人先 受文静的书生印象 但其实他在小时候是一位 相当有福相的小朋友 近来有人在微博PO出胡歌小时候语班 上同学拍的团体照 当时胡歌站在最后一排 长大后身高185公分的他 明显比身旁的同学们还高 身形也比其他人更为壮硕 只见他留着小平头 双甲圆滚滚的 与现在轻瘦的模样 判若两人 而他所穿的毛衣十分有形 被调侃二十几年前就引领时尚 看见偶像珍贵的童年照 粉丝们纷纷承他为小胖虎 笑说想把这个宝宝抱回家 好远的小脑袋 这么时髦都要感谢胡妈妈 这么时髦都要感谢胡妈妈